不是搞笑吧 這個竟然是放到新的英雄的最極暢 而不是放到craebar 不過現在大家夠farm的話 每個人都保證免費可以拿到一個全家寶 大家好,我是GinPay 這條影片會跟大家看 官方下一季實機預告片裡面的新內容 另外會總結下季解禁放出的更新日誌 換句話說就是下一季的中期懶人包 首先講大家比較關注的平衡改動 上次講的大型流出 想不到很大部分成真 不過都有一些直接是假的 但反應最大的電能衝鋒槍和G7 同時翻地面就是真的 金貴是弓和狂暴的碰頭 小幫手換成用追彈和噴火槍變成輕彈也是真的 不過R99換彈就是假的 老實說噴火槍的換彈 應該只是想玩家拿起更多的輕彈 最主要的都是小幫手換成追彈之後 應該在高端場會不會那麼噁心 全部人都拿著小幫手對點 就算在未來小幫手真的出了合成器外 使用率應該都沒有以前那麼高 反而擔心的是這個改動會不會直接把小幫手變成廢槍 畢竟追擊子彈不是在哪裡都拿到 小幫手本來都是勁在資源消耗戰上完成其他槍械 當然結論會是怎樣 都是看遊戲更新之後大家對它的使用率 現在我們繼續 合成器的武器 Oscar自己改口就說算是沒有換 但根據另外一個新聞網站 The Gamer Website 裡面又說是卡和小幫手放出合成器 換專注和RE45進去 如果是真的話就想不明白為何會有這個決定了 走去合這兩支的人一定會減少很多 EVA 8也沒有Oscar所說的模型上重製 但射擊速度和裝備槍關之後的射速增加 開發者說是想將它變成按著W 衝著射就贏的槍 所以應該就是變回之前EVA 8超強版本 希望真的有以前那麼厲害 我最喜歡就是拿著這支EVA 8腦衝 然後躺在地上喊救命 然後就是很重要的復活 以後真的要改成是金盾的拉 復活天使的技能從金包搬到金盾 金包的技能就改成為心口袋 裝備金包之後 每一格的大電、大寶 最高疊數由2變成3 鳳凰亦都能夠一格放兩個 這個在打消耗戰上算是一個很重要的裝備 然後就是穿奴者回歸 可以放去小幫手、長弓和3030 雙擊板機回歸 可以放入G7和EVA 8 粉碎蓋和死眼節奏沒有了 還有就是之前流出的雷射配件正式推出 不過它很特別 並不是一個新的配件 而是用槍管來取替 槍管裝備在衝鋒槍和手槍上 就會自動變成雷射配件 用途是減低腰射的框散 不過雷射都只會被隊友看到 敵人就看不到 而且可以好像准聲一樣 客製化的顏色 當然槍管在其他能夠裝備的槍上 就跟以前一樣了 以上是第14季試玩活動消息解禁 都是說一句 畢竟不是官方放出的更新日子 內容還會可能在推出之前更改 然後我們就在最新推出的實機預告片中 得出的新角色Vantage技能內容 和其他資訊 奇怪的就是預告片和試玩活動內容解禁的內容有少少不同 有可能是最後一刻官方覺得有色的OP 所以改了 因為它的被動技能 觀測目鏡在預告片中看到 只看預告片的話 Vantage拿著平衡步槍開鏡 指著都看到敵人的資料 包括敵人的護甲等級 距離和角色 但試玩活動解禁內容就說 空手或者拿著追擊鏡 指著敵人才會看到資料 但看到的就不單有上面那些 還會看到那一隊剩下的人數 這個有和沒有的話分別很大 可能是它會以其他在畫面上見不到的方式 得到敵人隊伍大小的消息 可惜的就是無論流出的內容 還是預告片都沒有正式說這一招有沒有距離限制 然後就是它的戰術技能 Echo配置 玩家可以飛到Echo的位置 然後好像還可以跳一跳 距離不算是太短 速度上算可以 最後就是它的帶技 追擊目標 跟流出一樣會拿出它自己獨有的追擊槍 追擊槍ADS指著敵人都會發動被動效果 而且打中敵人會有這個標記的提示 應該就是跟流出裡面說的 被標記敵人在某段時間內受到的傷害增加 不過這支槍竟然實裝了之前我們討論過的功能 看預告片似乎就是拿著這支槍ADS 會有好像Rampart帶技Sheila的線給敵人看到 但這個就是藍色的 相信很大部份的玩家寧願Kraber的傷害沒有NRF 而是把這個同樣的功能放到Kraber上當成它的NRF 希望他們之後會再做這個考慮 這支追擊槍會有5發子彈 特別的就是帶技每20%就代表1發子彈 所以最少20%就能夠拿出一支追擊槍 但這支槍的傷害暫時有不同的說法 Oscar就說是每槍50 繼續射中的話就每槍打100 但另一個新聞網站.esport的消息就說 每槍傷害20 所以這個仍然是要等官方的更新日子推出才能夠知道 然後就是在預告片裡面看到的這些新造型 最後看大家最想聽到的消息 以後每一個賬號如果你玩得夠瘋 一直升級下去的話可以直接開購500個以上的免費組合包 換句話說就是第14季更新之後 所有的賬號玩得夠高級都能夠免費獲得一個保底全家寶 這個內容首先是西方的新聞網Dexertal放出 雖然他沒有講過消息來源 但他們敢在這個時候放出還未被官方公佈的內容 似乎他們的消息來源都是右玩第14季試玩活動 除了這個來源 西方的APEX內容創作者The Gaming Merchant都有確認這個消息 預告片裡面都能夠看到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能夠拿到免費的保底全家寶 它就是來自等級上限提升系統 下季開始帳號的等級每升到等級的上限就會輪迴變回一級 可以輪迴三次 暫時沒有資訊說輪迴之後會不會被之前更難升級 輪迴三次之後再升到最高級的玩家 可以獲得總共544個免費的APEX組合包 而保底只需要500個 所以所有帳號都能夠最少拿到一個免費的全家寶 真是沒想到Respaw會那麼佛心 而且相信這個升級到2000級會非常漫長 它應該會令不少想拿到免費全家寶的玩家 花費大量的時間在APEX 變相就是會令免費仔投入更多的時數 希望這個得證會再次炒熱APEX 以上是實機預告片的內容和消息解禁的整合 今次EA繼續贊助APEX的抽獎 抽獎方法在字頂留言 想免費支持這個頻道的記得訂閱和讚好影片 先說到這裡 多謝你們的收看 來 來 乾杯